子華臣請市民搭巴士? 由王子華、鄧麗欣、張繼聰 和林明禎主演的電影 成為年度港產喜劇 開畫和單日票房No.1 為了搭席觀眾支持 他們找了兩條巴士線 分別在1號和108號 在明天免費請大家搭這兩條線 同時也安排了 六格任有六位主角的巴士 行走全港給各位粉絲打卡 我這次想過最威風 是整部什麼盧斯萊斯 雷西是 雷西厲害很多 巴士 那部巴士擁有 真是… 把樣子掛上去 我會盡量找幾天 在某巴士站等大家 然後叫大哥才准上 除了希望打破票房紀錄 還說要破借票紀錄 我們要打破香港電影史 是 你還沒見過 極端借票 極端借票 你無緣無故在西片 都看到我們借票 當然其實也很開心 因為借票的時候 你真的看到觀眾看得很開心 有時候我們早點躲在裡面 差不多出場借票的時候 聽聽觀眾的反應 聽到那種笑聲很開心 這也是演員其中一種滿足感 指華神說有這麼好的成績 固然開心 不過以前也一度被人說是票房毒藥 他就在社交平台作了一首 《毒藥之歌》 分享心路歷程 《毒藥之歌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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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其實一直打算說 不知道為什麼 在臨睡前 不如 零感到 唱了它 不用那麼悶 第二天就很大壓力 因為真的很久沒有彈結他 沒有唱歌 不用說 但我覺得還挺好玩 挺好玩 謝謝